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Andrea的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层这一课程 这节课呢,已经基本上接近我们的尾声了 我们就从整体上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所讲的内容 首先回顾一下Andrea的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这张图呢,是网上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多的一个关于Android的架构的一张图 从上到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次有一个Application,也就是我们的应用层 下面呢,还会有一个Application Framework应用框架层 再往下呢,有一个Library,也就是我们Native的一些库 还有一个Android Runtime安卓的运行师 这一层再往下呢,有一个Hardware Imptraction类型 也就是硬件抽象层 硬件抽象层再往下 是LiexCandom 也就是Liex内容 这个,在我们这一层呢,我们把它分了一个模块 第一个Application 应用层,我们单独拿了一个模块 第二个呢,我们把这两块当做了一个模块 我们称为Android 的Winworks 这个呢,是我们的Android Application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Android Hard 我们基本上分了这三个大的模块去讲解 这个LiexCandom呢,我们暂时没有去设计到 同时,我们这里的Android Runtime 在我们这课程呢,暂时也没有去过多的去设计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学了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呢,在Android的Application 这阶段呢,只要大家能 体会到 Android上面开发的一些特点 然后呢,理解 Google是怎么通过 这个框架的设计 来实现一个控制反转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一个TM 和IOC等相关的概念 然后,我们又讲到了Android Frameworks 也就是安卓它的一个框架 在这个模块呢,首先 我们 确定了一下我们 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思路 和我们的 具体学习的一个方法 在这里 我们介绍了一种 通过测试insight和一个工具 画序列图,画类图 来看圆码的一个方法 之后呢,我们结合着我们的学习思路 和游度圆码的方法 从我们在学习Android application的时候 所熟悉的一个API入手 来 了解了一下Fameworks 它的一个基本架构 我们又进一步 深入学习了一下Bunder 它的一个基本架构 包括Bunder的一个通信流程等等 在最后呢 我们又反观了一下Bunder 它这个基本架构 去思考了一下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主要是 就讲了两张图 给大家 找一下 只要大家能理解了 这两张这张图上 也就是Android 它的Fameworks 基本上就是一个极于Bunder的 CS 这样的一个架构 它的服务呢 又分为了两大类 它每一类中都大概 有哪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然后呢 找一个 它的Bunder的一个 基本的架构 只要大家能 把这两张图 理解了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Android Hell 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也是 一个Hell的一个 基本的架构 然后呢 我们Hell 存在的一个意义 就是我们Hell里面 讲的 为什么会有Hell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也讲到 我们也讲到 这里的一个 固和印记产生的一个基本的分工 在分工的过程中呢 就相应的有 两个问题 Google这边碰到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里所讲过的一个 还有为什么 就是 框架它使用的是抽象类定义和维护对象之间的关系 对象的创建呢 通常也要有框架负责 这就出现一个框架必须实力化类 但是它不知道不能被实力化抽象类 这个局面 Google是怎么解决的 那我们 印记产生这块呢 它存在的问题就是 接口 是由别人定义的 我们是根据别人的接口去做实现 这个接口一变 我们也要跟着 先进来去必须做改变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是一个解决的思路是什么 只要大家能把这些东西体会到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好 这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个回顾 最后呢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这个课程呢 并没有去过多的讲解一个具体模块的一个业务逻 因为我们这课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系统从系统层面去对整个Android它这个系统有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调不仅要学会那些具体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怎么去学习 这课程呢 这课程呢 呃 由于 个人的水平有限 再加上时间的 有些仓促 难免呢会出现一些输入或者是一些错误的地方 欢迎呢大家去批评指正 最后 希望 这课程呢 能多多数少 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 好 谢谢大家 等等 我 恨 祝140 可 appel